不一样的泰式料理 这是缅甸华侨 它结合了缅甸料理 再混入了台式口味 所自己创造出来的 创意泰国菜 有什么不一样 淘尽美味一起来看看 清鲜鲁鱼抹上淡季和泰白粉 放进180度高温油炸5分钟 鲁鱼炸到皮酥肉嫩后起锅 但这道酸辣鱼只完成一半 酱汁才是灵魂 锅里跳不停的油和五元六色的配菜 大火爆炒 最后掺入用八种泰国香料 做成的秘密武器酸辣酱 和一大匙鸡骨高汤 颜色鲜叶的酱汁完成后 酸辣鱼热呼呼上桌 这就是我们的泰味酸辣鱼 是我们的那个特条的酸酱在里面 把它炒熟就炒热锅就把它淋在里面 泰国菜到处有 但这家缅甸华侨开的泰式餐厅 老板混合缅甸料理 加入台式口味的泰国菜 多了创意和普通泰式餐厅菜单上 看不到的特殊料理 像这道咖喱水煮蛋 很多人可能都没吃过 我缅甸我们那边在吃家乡 但是我把它做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加了一些泰式的咖喱 不同于传统泰式生虾 这里的酸辣虾是熟虾 淋上酸辣酱 让不敢吃生虾的人也能品尝 另外香茅辣炒牛肉 牛肉吃到浓浓香茅味 让炒牛肉还飘散淡雅清香 动了手脚的泰式料理 让人吃得到泰国菜的酸辣 吃不到嫌疑 周年新闻林荣